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说了嘛 那很多记者就问他说那你们见面谈什么 他说那你 本来他们讲好是不要对外说的嘛 说见面不要对外说 也不晓得怎么外面会知道 最好的办法是三个一起 我跟国际明讲 我说你最好三个一起来 不要中间一个人不在 是不是 那就很麻烦 太同意了 我说说我是不是明天啊 我刚才打电话 我说是不是明天啊 我希望越快越好 那他说明天可能没有联系啦 那大家终于这一天 郭董事长有跟我约定 都不对外说 既然郭董说了嘛 说有谈过 我想谈的内容 方式 我还是回到 请大家去问郭董事长 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参选总统的态度 从未改变过 我们看到侯友宜很哀怨的说 不是说好不能说的吗 不是说好不能说吗 郭台铭怎么可以说出来呢 所以大家都在表面上面互相表达来表达去啦 互为 互相表达啦 但是看起来 侯友宜那个话就很有趣嘛 不是说好都不说的 不是说好吗 但是既然郭董说了 就说了就说了 我跟你讲 侯友宜这个话厉害 你知道吗 过去他们质疑就是你郭台铭的诚信嘛 当然是你说要敢听 你如果不敢听 现在还要追捕 当然是大家说好不能说出去 你敢说出去 我们回来谈 昨天他宣布参选 他的说法是 我是为了整合 那么换句话说 他是要以战逼合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今天晚上 郭柯可能会碰到面 我不知道了 是不是会刻意交错 还是刻意碰到面 那明天晚上据说两只小猪也就是 郭猴要喝咖啡啊 先讲今天晚上 因为今天晚上是有个计程车工会 他们本来是有办活动 那我知道是民众哪那边很早 就排定柯文哲的行程 他是七点钟 那据说会做同桌是吧 不是啦 不是 你听我说完 那后来郭台铭他们知道说 有这一场活动的时候 也有去表达就是说想要去的这样一个意愿 所以我知道主办单位最早排的时候 是两个人有错开 柯文哲是七点钟 然后郭台铭是八点钟这样子 那因为你也知道那个场合 其实老实说 大家这样 互相会有打招呼或什么 那我知道本来是想说 用这个方式错开 如果你讲完了 致辞完了 有事你可能就先离开 对不对 可能就没遇到 或者是反正人多 你可能这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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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可能也要碰面的机会不太多 但据说这个有清郭人士 就有去问了主办单位说 你这点有请柯文哲来 不然柯文哲是几点 几点不够 那有想要努力的 把郭台铭的行程往前移 就是移到就是说 本来你跟我拍八点 没怎么走的 看起来七点就来 可不可以巧遇一下 可不可以巧遇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当然对郭台铭来讲 比如说刚刚你看到那个 赵春山赵老师也说 他说他把郭台铭建议 是说三个人坐到底 那不要缺一个人 我认为郭台铭的内心世界 当然是希望三个人 但是看起来是必须 两只小猪先见面 然后明天再另外两只小猪 不是 我跟你说 重点是你分开见 跟你分开见 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 我知道你跟他说什么 我知道你名字跟他说什么 那个很难 所以我今天有问了民众党 我就说第一个 那个三只小猪喝咖啡的 这件事情 礼拜三会不会有 我得到的答案是不会有 那两只小猪会有吗 两只小猪就要看 你看刚才那个 就是红锅 趙春山老师的讲话 也是说他们还在努力中 他说郭台铭也是 没有直接回答说 他也是说还要再联系 但是人家前天 已经先见过面 对啦 我就说 你什么东西都跟他说出来 不然我跟你说 见面的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你知道吗 郭台铭现在讲法 我认为他其实有他的逻辑 他的逻辑意思是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虽然都要努力的 要整合 对不对 但是大家各有算计 大家都心里在打算 所以一直没有成功 逼得他必须出来 我也第一次听到 一般整合是这样说 我们三个撤不好 对吧 那整合的意思是说 我先整死一个人 想办法从三个变两个 慢慢来我两个才有机会 但要加三个变数就增加很多 第一次听到整合是 就是大家都摸摸进来 摸摸进来 以后我们大家就讲 那光南突然说 但你看郭台铭 他没有自我矛盾 他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逼得我要出来联署 对不对 然后之后我要来整合藍白 他最后面那一句才是重点 你知道 是整合藍白之后 他说因为他相信民意会大于党意 意思是他比那两个更大 所以他现在是说 我现在参选是你们两个要听我的 简单来说就是以战逼合 那到底谁跟谁配胜算比较大 因为现在其实柯文哲和侯友余是麻花卷 然后郭台铭因为刚宣布 其实目前还看不出来 他的民调会不会大幅度上升 那么三个的组合到底怎么组合胜算最大 三个的民调就是他们要团结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民调要三个都卷在一起 这才是好的组合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日子不是 有一个角度去看 口友余讲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然后不可以有人脱队 大家都要聚会 不能有人堵走 三个人是要聚会 要卷在一起 那他们现在这样 柯粉对柯粉来说可以接受柯郭配 柯粉没有接受柯核配 那不可能 因为国民党过去的恶情恶壮 柯粉没有接受 民众党最组很高 那大家都高道上 毁淘毁 白风白 那不可能去跟国民党交了第一 柯核不可能 第二 郭啊 郭粉啊 郭粉最想要郭柯配 郭台铭最想要跟柯文哲配 但是是郭柯配 那核粉呢 核最想要跟郭配 所以让他去郭银岛 等三桌都没等到 那这三个人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你说这个 这个东西 不要怎么谈 我要公开喝 或是塑茶喝 很多 三个人要一起谈 还有第四个人 叫朱立伦 你把朱立伦 弄成什么 三个人在那边谈总统 立委呢 立委没办法谈 所以到底要几个人谈 假设三个人谈好了 三个人谈之前 会不会有两个人先谈 比如说现在我们三个人要谈 对吧 我跟郭仁俊说 我跟郭仁俊说 我们两个人谈 董工 那些如果说什么 你听话 我说什么 我们唱一个叫他唱掉 跟郭仁俊也去找蒋衣山 那两个也去说 我们说的事情 王毅川唱掉 你这样说的比较多 互相叠对叠 互相叠对叠 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彼此已经去跟谁谈过了 你想跟郭仁俊老师说 我说什么 胡锅已经去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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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锅都去见面了 你两个都去见面了 现在要跟我唱就对了 所以这一种谈判 双边会谈 多边会谈 三边会谈 郭仁俊五点五个代表 跟他们两个总共七点五个人 要一起谈 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 但是 这个谈法 谈下去的结果 最后 最大的赢家当然是 阿川你怎么算出五点五个代表 五点五是 郭仁俊跟他说的 五点五 郭仁俊五点五个人 他就是跟朱立倫 侯友宜金普聰 跟韩国瑜 都跟郭台銘 所以今天郭台銘有准备 咖啡有美式拿铁 還有卡布奇諾 奶茶有英国的 美国的奶茶 還有果汁 果汁還有很多 葡萄汁 西瓜汁 綜合的都有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剛剛你講的是難度 就是說三隻小豬要怎麼合 怎麼溝通 很難 那問題是如果 我們從目的心來做討論的話 那怎麼合勝算最大嗎 怎麼合 我只能用抽籤 我覺得他們沒辦法 沒辦法去 所以你認為他們怎麼合 都沒辦法下下民進黨 來 我用民調來解釋 因為郭台銘其實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郭台銘其實三個月都也沒有說到要參選 為什麼在昨天宣布參選 因為就是藍白 你加加起來 那兩個藍白加起來 侯柯配 讓你們說三個月 結果民調越講越低 你們三個人 兩個人侯跟柯 我讓你們兩個先談 談的結果就是你們民調越來越低 加起來39% 好 意向講的民調是這一份民調 我們放大給觀眾朋友看 這份民調顯示 我們來看到 柯文哲加侯友宜 如果是柯侯或侯柯不管 加起來大約是39%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加起來 還是沒有辦法打敗賴清德 所以這個組合勝算不大 不大 就是郭台銘不選 讓你們兩個合 你也贏不了賴清德 但是我們看西卡都的狀況 就改變了 所以西卡都的狀況 你看三個人加起來是46% 那就贏了 所以郭台銘講的是有道理 如果給你們三個月 你們兩個還合不起來 而且一個從28%掉到17% 一個從28%掉到28% 越選越掉的情況下 我郭台銘出來 不一定還可以贏過 你們兩個人加起來 不過在這裡頭有一個 吊詭之處 你講的是三個人加起來 贏賴清德 但不可能三個人加起來 所以不管是郭台銘跟 柯文哲 還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加起來還是沒辦法打敗賴清德 對 郭台銘來講就是說 只有我出來三個人都團結 在郭台銘之下 有人說你們兩個都 我說不要喝咖啡喝賴 那就有一個退選 對 你們兩個都退選 就讓我郭台銘選 你們全部的支持度 全部在集中我郭董的超能力的 施施下才可以贏過賴清德 這是郭董的算盤 不然如果大家都不團結 大家都要選 你們兩個可以選 為什麼我不可以選 我有兩千多億 你們才多少 大家如果說選總統要選個爽的 為什麼我的有錢人最任性 我當然也要一起來選 如果不團結的情況下 只是選好玩的 選總統選一個三個月的 郭台銘當然也要進來選 如果你們要團結 就只能團結在我之下 因為你們兩個團結 已經贏不了賴清德的 這就是郭台銘的邏輯 所以郭台銘為什麼會在昨天 因為前一天 他在宣佈參選前一天 侯科之間不斷地釋出一個消息 就是你郭台銘不要選 你去做立法院院長 我鍋子也不是盤子 你把我GTM當成ATM 你拿巴拉票要換我的現金 去服選你的立委 為什麼說巴拉票 因為立法院要等到所有立委 選完之後才知道 有沒有那個立法院院長可以當 所以你把巴拉票 來換我的ATM的現金 服選你的立委 那還不如錢我自己來花 自己來選 而且郭台銘他一定會算 你敢說立法院院長 先問一下 前一關他要先做立法委員 為什麼要做立法委員 國民黨到今天也不可能 他要列在誰的部分去第一名 對嘛 有沒有第一名還可以啦 OK啦 但是以郭董的輩分 你說把他弄到後面去也難看嘛 那國民黨不會給他承受 所以剛剛易三兄講說 我跟你講郭台銘一定覺得 自己有被硬上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你敢放一個立法院院長 這個東西你也不敢說好啊 那個變數太大 是因為這樣他昨天才會出手 我跟你講昨天換他硬上嘛 就很簡單嘛 你今天這樣弄我對不對 弄了你們也不承認啊 那就很簡單 我就乾脆直接公布 所以你看國民黨 其實國民黨 我知道昨天有點錯愕 為什麼 因為時間點的問題 前面講過太多了 什麼八月八號對不對 再來說八二三 再來九三軍人節 還有人說九九重陽節 也摸進去 結果他沒有 他丟一個八月二十八號 他選在八二八 對嘛 而且他的指向的意味很濃嘛 國民黨救黨不能 所以我覺得當然對郭台銘 現在來講啊 就很簡單嘛 他這個宣佈下去之後 其實會衝擊到的其實兩邊 一個是國民黨跟他自己 為什麼你看到 立刻就有人要選擇 要不要公開選邊站嘛 好我們來聽館長的說法 館長說 三間小豬再不和我都要崩潰 所以我每次看到郭爸爸 對我都很興奮 我都很興奮 但是 我今天呢 一定要 好好的 好好的 跟爸爸溝通 溝通 我對你的敬仰如滔滔江雪斑 綿綿不絕 相對你身邊的一堆 三教九流 二四八六 我再強調一遍 你身邊的人 三教九流 二四八六 阿斯巴拉啦 看到了 郭台銘 看到了 侯友宜 看到了 柯文哲 三個人正在打架 打的是你死我活 刀刀見血 刀刀見骨 打的是 屁滾尿流 在一個競技場裡面 打的三個都快沒命了 台灣的未來在哪裡 台灣的未來掌握在 這三個人的手裡 你不要講賴清德 你不要講賴清德 他當而就是完了 好 那我們再回頭來談 郭台銘 我們等會再來談 如果三隻小豬沒辦法合 那他當然就得持續啟動連署 那會不會另外一次契機 也就是說 這一次契機是在他宣布參選 有沒有機會以戰逼合 組成一個 他們認為有機會下架民進黨的組合 那如果這一次再破局 下一次的機器可能會出現在連署 如果他展現出他的連署實力 能夠到一百萬份兩百萬份 那又有組合可能性 對不對 因為他的實力這麼強 又有機會跟他們談了 那麼等會再來談連署 對 可是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可能沒有到百萬連署的時候 80萬的鴻海的股東 已經快要跳腳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剛剛館長 他其實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他不是用2486來形容 R48來形容 那你知道 昨天鴻海的股東 昨天跟今天的心情 其實也是R48的心情 因為鴻海的股價在今天跌了 對 因為像今天的大盤 大概漲了超過一百點 在盤中的時候 可是你看鴻海的股價 卻是下跌 所以大家在想說奇怪 這個郭台銘參選 竟然沒有慶祝行情 不但沒有慶祝行情 股價反而是往下跌的 不但往下跌的 而且大家更擔心的是什麼 更擔心的是昨天 給盤中走勢 對 更擔心的是 昨天郭台銘所講的話 那昨天郭台銘講什麼 昨天郭台銘不是被問到說 你在中國有很多的投資 那怎麼辦呢 結果郭台銘的講法是說 他的這些投資呢 如果是犧牲他的財產呢 換來中共不打台灣的話 郭台銘的回答叫做 Yes please do it 你要知道這句 Yes please do it 對鴻海的股東來講 會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你郭台銘持有鴻海的股票 是大概12.5%左右 可是你要想說 還有80萬的股東 你這12.5%你可以yes 然後do it 然後上中國把它吃掉 但其他那些80萬的股東 他願意嗎 他可能不願意喔 那為什麼這樣講 來 我們看兩個部分 哪兩個部分 第一個 你看中國官媒的反應是什麼 我很難得在這次大選的時候 看到中國的官媒 對郭台銘的反應 會這麼的直接 而且這麼快喔 各位你去想喔 2019年 當年的大選的時候 環球時報用社論 對郭台銘要選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什麼 叫做 可以紓緩兩岸關係的緊張 這是環球時報當時講的 結果環球時報 今天你看到呢 這個相關環球時報報道寫什麼 用輕痛愁快四個字來形容喔 所以你看環球時報在2019年 跟今年2023年 對郭台銘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更妙在這裡喔 環球時報特別去挑 昨天郭台銘呢 在講說媒體是製造業這件事情 來修理他 怎麼修理他呢 環球時報你看標題叫這個 郭台銘面對新加坡記者 反問來台灣幾年的 因為郭台銘嗆人家說 你來台灣幾年了嘛對不對 嗆那個聯合早報嘛 那你看喔 這邊寫說島內網民風度在哪裡 然後做了一個影片在上面寫 這個風度在哪裡 所以你看環球時報又嗆 郭台銘輕痛愁快 又嗆他風度在哪裡 環球時報這已經很直接的 在嗆郭台銘喔 那你以為只有環球時報嗎 錯 另外一個香港的媒體呢 文匯報跟大公報呢 這邊怎麼寫 這邊寫得更直接 因為這個大公報這個記者在哪裡 他是在北京報導喔 他報導什麼呢 你看標題 標題叫北京消息人士 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的話 等同保送賴清德上台 而且下面其實這邊講得更嗆 這邊講說大陸方面不會無動於衷 大陸民眾也不能接受 這夠直接了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香港的大公報 文匯報然後跟這個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 你就會把它當作是官媒的代表嗎 兩篇都在嗆郭台銘嗆得那麼直接 那你就會擔心一件事情 那鴻海在中國的資產怎麼辦 所以昨天郭台銘那個記者會開完之後 鴻海趕快發了一份聲明說 郭台銘四年前就已經沒有在管我們的事情了 可是阿關你知道嚴重性在哪裡 四年前當時郭台銘跟我們說 是這個中國要靠他吃飯 因為他有百萬的這個就業機會 他創造出來的 可是你知道鴻海在中國 不是像大家想像的 他就是製造業而已 鴻海在中國已經跨足到房地產 甚至跨足到金融業去了 那這時候你就要問一件事 金融業是特許行業 是要看老共的臉色吃飯的 是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鴻海跨足到 那有跨足金融業嗎 是跨足金融業 跨足到這個我們講說放貸的行業 那你自己看 這邊是中國的媒體標裡寫的 富士康後面接金融帝國四個字 你有辦法想像嗎 以前我們想像中的鴻海跟富士康 都是工廠製造業 代工 組裝 可是現在這邊標題叫 富士康金融帝國 他講了一家公司叫富龍小貸 然後說他的註冊用戶超過一千萬 曾經他的貸款的年化利率高達三十六趴 你在台灣要看到三十六趴 這個數字很難吧 就放貸的利率 那結果這一則 我們再去看進去的時候 發現這個用中國的這個氣查查 這個商店資訊工商資訊 真的看到深圳市富龍小貸 那你看他股東是誰呢 他的股東看到大大的富士康三個字 然後你也看到這幾個 跟他有關的名字在裡面 所以表示這家公司是誰的 就是富士康旗下的嘛 那你跨足道特許行業的話 我問你 特許行業跟製造業差別在哪裡 特許行業就是要看政府的臉色 要看這個老共的臉色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請問你 當郭台銘很霸氣的告訴你說 犧牲我的財產沒關係的時候 那你要想說對富士康跟火海來講 可以犧牲就犧牲嗎 所以呢你看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他在講 富士康在中國貸款做到什麼程度 來各位可以看 富士康在中國四大貸款領域都踏進去了 現金貸叫做負寶貸 分期付款的產品叫做負分期商城 供應鏈這是借給供應商周轉的 金融叫做負商貸 車貸他也做 所以你看車貸的部分叫做負車貸 四大貸款產品富士康都跨進去了 那我請問你 你跟中國官方能夠切得開嗎 這是鴻海的股東在看待郭台銘參選之後 我覺得心情可能是很複雜的 好我們來聽郭台銘在昨天特別談到了 如果老公都有不爽 要沒收那就沒收吧 如果中共政權要說你不聽我的話 我把你鴻海財產沒收 我會說yes please 各位 如果我犧牲我個人的財產 他不要來打台灣 我願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公司 好我們回到郭台銘的參選劇本 一方面他一定是希望整合非旅程一組候選人 另外一方面他還是得持續的啟動連署 因為連署可以展現實力 那我看到各地他可能都要開始設連署戰了 而且各地都有操盤手 比如說什麼比如說婚臨一定是阿兵 阿兵我們來看那張CG 那南部很有可能就是地方派系 週典論來主導 那在嘉義是蕭家班 花蓮是復崑期 但獨獨缺了黑派 為什麼沒有列入標歌 我覺得這個部分 现在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牛鬼神神都包派 黑派可能是包柯跟猴 而且上面有一个卢秀燕做市长 卢秀燕说真的 这次最挺猴的是卢秀燕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的 整个地方市里面表态最清楚 而且最强力挺猴的是卢秀燕 卢秀燕当然是 可能是未来国民党可能的领导者 所以他当然在这局里面 要表现出 他做一个大姐大的气势 所以台中地方派系里面的 所谓的盐清彪家族 有可能就是因为又挺柯了 又挺猴了 因为不要忘记 柯文哲在派的蔡壁如 就是做监军的 他不是那区不会赢 他那区是专门就是监军 黑派有没有支持我柯文哲 因为不要忘记 那区盐宽衡再选的那区 本来放出的是 吴锡营要下去选的 如果吴锡营下去选 可能影响盐宽衡就落选了 所以他们其实在做这样一个 跟柯文哲的合作 避免地方派系 不要忘记还有 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还有不分区立委的提名 可以跟这些地方派系做交换 所以这些地方派系 现在都采取包排的策略 一方面要郭台铭的资源 一方面要国民党的权力 跟民众党的立委的席制 所以他们一定采取包排策略 但是下面的人就不一样 下面的人已经盯上 所以各派系 为什么郭董这次联署 非常有节奏 他先拜访地方派系 投人再往下走 叫做动员造势 把条子都叫来 那个张荣卫要办 所谓的十万人大造势 那各个系统 农余会系统 公庙系统 所谓的县市长 县市议长的系统 跟县市议员 乡政市民代表 这一下去中南部都是无党级的 根本没有党级处分的问题 大家都准备一份联署书 两千元起跳 所以两千元起跳 这个东西 一份联署书成本要到两千块吗 我本来划三千 最早说的是我也是说三千 人家说一千 整个的时候说一千 怎么要两千 我说真的 地方系统你要请人来帮你联署 你要不要设联署站 你要不要挂砍棒 你要不要在下面有人员在服务 你要不要跟人家泡茶 要不要去联署松独生 公投联署我们经验也很多 一般过去都算一份一百块 想到郭台铭就要几分 公投很不一样的原因叫做 要有没有身份证 比如说我要不要把身份证交出来 所以难度更高 因为你要交身份证 你要去说服人家 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说服 所以我的条下要贡献出来的时候 我也要我的身份 平常是个服务也是要做 这个东西你都要算入 人家的成本里面 这些成本就是所谓 现在爆出来做一份两千元的 这个价格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包含宣传动员组织文宣 总总可以大概花20亿 联署一百万份大概20亿 这个资源如果一下去 我说真的一百万份不是难事 因为各系统其实郭董 已经大致上都已经整合完毕了 虽然一些投人可能不表态 但是下面的人绝对会动起来 因为资源有下去 他们就会动起来 动起来的情况下 这个联署就会启动 联署启动 郭台铭才有本钱 因为大家不是看到你两千亿 国民党不缺那两千亿 说真的 民众党虽然穷一点 但是也有骨气 重点是你有一百万的联署书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砰 一声 那个大家会吓死 吓死就不吓死 每一个立委一百万份 每一个立委选区 就是一万五千份 你明显就知道 内湖南港如果有一万五千份的名单 那个是撼动选情 我要给谁 我要支持谁 都是撼动选情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是郭董一定要做的 而且做了之后 会可能以战逼合的关键 以战逼合的关键 就在这一百万份的联署书 是不是真的能够联署出一百万份 我想国民党也在做盘算 万一他真的联署出一百万份 这样会吓死就应用 所以国民党现在祭出党祭了 对啊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说 这里头有空气 可以两个 如果家里一个挺猴 一个挺郭 你们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 保财策略 你们CG减着的系统 联署系统除了地方系统 台北市里长系统 还有一个暗黑系统 你们没有写到啦 民进党的系统 民党的理会自己都说 他自己提到很多朋友 都民进党人士 都要帮国董联署 我跟宜川自己来联署 你有联署吗 宜川啊 绿的会帮忙吗 所以充一百万份 你要说真的话 就杀哦 你说我要联署哦 我说你的朋友 他说你要说真话 就杀说真话 郭北联署 我联署 我们主席就说 不能联署啊 你说啊 不能联署啊 也不能帮人联署啊 也不能写联署站 你的朋友有没有 我朋友我怎么知道 我就控制他了 明显我要说是很多人都没有党籍的啦 有党籍讲白点 国民党加民进党加起来不到三十万啦 你剩下一堆五党籍 你不能用党籍处分嘛 这还有好朋友 我这么说 过去联署是这样的 过去联署 简单 不用交身份证引本 所以我跟你说 两党都这样啦 你不管说什么 党的民策啦 公庙系统 公庙系统 那里有冠了啦 其他的社团的啦 三来操操的就好了啦 资料都有啦 这边没工要交身份证难度很高 所以你出去摆摊 我们公和联署要交身份证那很难 你现场要摆一个影音机吗 所以你要去拿来说 身份证正反引本要拿好交出去 那很厉害的 所以要联署到二十九万份三十万份 真的不容易 因为据说呢 郭台铭他们已经准备了八百台的打印机了 重点是隐私 大家欢乐 各自的问题嘛 你的身份证难度其实也蛮高的 你身份证要刷出来不太简单 我买包里面我身份证也没招在上面 所以我们这次找土条哥啊 一个月四十五万的薪水 他自己没证实啦 他说土条变金条 听说啦 因为他过去联署的经验比较丰富啦 对 我说过去这辈子不一样 过去联署很简单有的用钞 这辈子还算不一样 不过我对国民党来说是这样啦 就是说第一个当然 昨天我刚才记者会在看嘛 郭董会拍张很开心 国民党很多知识者在哭耶 真的是昨天因为失望性 我今天对阿赵公座 遭到阿赵刚才吃饭 我对阿赵买到吃饭 都是我们知识者在骂 所以你们国民党在干嘛 从昨天晚上 很多我们通传一个贴图 我等一下可以秀出来 就通传一个赖清德 躺在一个凉椅上面 好像他这里也有一个行程嘛 就是保送赖清德的概念 保送赖清德赖清德倒在算 所以昨天国民党的知识者到今天 都失望心脉了 连我办公室今天电话接不下 都来挖的 撤到来挖的一堆 所以这很麻烦 就是说大家在骂 第一个对侯友也骂 对国民党中央也骂 说你们不去整合 现在郭台铭宣布要独立参选了 就麻烦了 现在有人在帮他连署 党中央寄出红线了 你不准出来 我们也没有 我们不可能动 可是还是有里长在帮他办 听说内服里里长就 那是你的官司吗 我有受到 但是听说他就在带郭台铭上当吗 没有啦 没办法可能有 民政党的反省有 有一些无党的 还要帮郭台铭办公庙活动 我今天受到来 我就忽怨了 这是要怎么做 如果真的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去 那怎么办 那些人如果帮忙连署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 除了这些地方系统 里长系统 然后民进党的暗黑系统弄下来 我觉得连署一定会过啦 不是29万份一定会过啦 一定会过啦 那些要达到百万份还是有难度 那就会变成一个压力 就说刚刚在讲 那一份有了百万份 你们侯友宇不跟人家谈吗 我跟你讲就说 现在压力锅就快爆炸了嘛 所以党中央就说 第一个侯友宇跟郭台铭 说礼拜一有喝咖啡 礼拜三还要再见面 蓝白之间有在碰面 有在沟通协调 因为压力锅 基层会逼着 这三个去整合 刚刚同年 郭台铭说是三师小猪 刚刚技川跟张艺山共 好像三师野狼一样 三个都不可能合作 其实实际上有一些透过友人在居中牵线 希望三个人可以坐下来谈 因为不整合一点书 所以基层压力那么大 压力锅快爆的时候 这两个情况 第一个压力锅爆了 就炸锅了 郭台铭就独立参选了 第三个说 如果真的压力锅 最后没有炸锅的话 有可能坐下来谈 所以礼拜三是一个契机 我觉得关键要看明天 好来 阿春 里面三十七集 现在这个联署 我先说联署 联署这个 现在已经2023年了 联署不在一支一支抄 新闻情搞出来 郭台铭 他们叫郭守正 新闻情政法要营运本 掃描进去 所有的资料 直接套印到联署上面去 套印上去之后 7-11 印出来签名 交出 那不用禁过理事 也不用禁过帝影派 郭守正这么招 还有事要叫什么 理事都在摆打 就没有在空 现在手机拿起来 中南部还是要摆打 现在手机拿起来 新闻情传过 人家的AI辨识了 那一张团 全部都填好 而且不用在工作人员 去一次了 只要 我们刚才在领口罩 领什么 这道疫情 所以阿春的意思是说 不用花一分 一千还是两千 不用啦 那自主性的 现在要联署 不用去找理事 不用去找 他手机要出了 中央的 传出去 去水面那边 印出来 拿去刀 这样就好了 都不用再什么 白打 一千两千三千 没这么复杂 郭守正 郭台铭 令人叫土条哥骗去 土条哥 在这处 那处 那处 什么 北中南设计 个据典 现在有人 用联署 现在联署 只要新闻情 辨识名 身份证之号 出生年月日 户籍地址 最尊 而且还有 宠户田 宠户交捐 系统都剔除 你不才会去 没有啦 记忠 民党都没交几分 你应该有扣他 不 现在联署 一直用科技的 用科技的 不可以用 什么 什么一个人 交五万分出来 那都太盼了 所以现在 郭台铭这道的联署 也很慶慌 因为我们 郭守正是科技人 科技人 郭守正 这道 如果你们 把联署这条 你还叫土条哥 抱著在排打 叫阿弥 抱著在排打 你就用測試話 你說你是在比什麼科技人 崩壞的 資產的問題 崩壞也最強 崩壞都處理資產的問題 大陸不用緊張 新聞前去吃福水都回家 整餐裡什麼第幾屆總統連署 用去 不用擔心 這郭首正會用到 因為郭首正科技人 你不要迴避 民黨有多少人 多少比例裡面有民進黨會去連署 我主席說不行 當中要害人連署 你不要說黨籍 黨籍處案 幫郭台銘連署 就黨籍處案 比照國民黨 這可以回家研究 你說的 這可以回家研究 可是因為我們田署的時候 上面沒什麼擔心 你說什麼 各個系統連署 那都會重複 今天我早來跟雲林 民主說叫我簽一下 我也簽一下 我的法連府君子 叫我簽一下 我就會重複 重複製造人工的複雜 所以現在新聞前高采 直接套印 AI辨識 重複的都剔除 這樣速度才會快 說實在 連署這事 說難很難 說簡單也不難 因為以郭台銘的實力 一般認為29萬份不難 問題是百萬份就挺難了 我跟各位講 其實過去在台灣幾個選舉裡面 因為歷史上最高的連署數字是 94萬9千223人 對啦 這當初是宋楚瑜當時的連署的人數 但是他有差別你知道嗎 比如說那個時候其實因為宋楚瑜那個氣勢正好 大家這樣摸過 大家都試試下去 所以他的分數很高 你看那個時候連署的門檻才22萬多而已 可是我回來看2012年 2012年的時候當時宋楚瑜他又要用連署的方式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 你這邊講說他送了44萬多對不對 他的那個門檻只要25萬就過 可是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過 我這樣我送30萬我就好 我就送20幾萬就好 很多是重複的會被剃掉 或者寫不清楚的被剃掉 不是 我跟你講 他們第一關要先審你知道嗎 他當時收回 你以為連署這麼簡單嗎 有的人寫離寫到龍飛鳳梧 你也看不見 你看不見 所以你知道他們當時 他們在中央的地方找了夏龍 找了夏龍然後找幾個那個老經驗 他們要幹嘛你知道 你東西一過來 這我第一關要先塞 因為很簡單 我要先確認這一關 我送去100萬份被丟到99萬份 你就會看 你知道他們光那一關人眼 用人眼看似你知道塞掉多少嗎 5萬多份 眼睛看就先刪掉 你已經刪到這麼遠了 後來中選會中選會再送去 又刪掉1萬多份 所以我剛剛講這是第一個 你的連署的現在看起來好像覺得說 有人跟你聽過什麼 我舉個例子 你會記得上面的呂秀蓮 我們政府總統不是要做那個 他也要選總統 他也投入說要做連署 結果後來他沒有連署完 他就宣布要退選 董事實上我也跟呂秀蓮問了 我說連署有這麼難對不對 這麼多人幫你跑各地設連署點 我跟你講那連署點是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去這是一件 你說傳真這是另外一個 他說他當時還要派人到連署點去看 為什麼很簡單 他會在董事實上發生一件事 我來這裡我現在計算你一天進來20個 20個進來連署對不對 你英國交給我多少 20分 結果交回來剩5分 剩10幾分期待 期待 你會怕嗎 你會怕 人家打著你連署的名號跟你講說 我這裡是要連署我幫你收 還有真怕 所以民眾一定很擔心 當然嘛 所以剛剛為什麼那個益川哥說 你要去跟他回那個印 很簡單 你以為那個印章是可以先印 沒辦法 他們現在要求就是說 你那個中選會那個身分證有沒有 你贏完了之後要打起來 要貼上去 所以你那個東西 你那個章沒辦法先印在旁邊 沒辦法 你那個先打起來 你要開始 就是你原本先貼上去之後再蓋那個章 對啊 這個此證頸限 頸限什麼2024總統大選使用 你在幕後 而且你以為蓋章就這樣 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個章有沒有在中選會的規範裡面 沒有 中選會只給你格式 所以你這個東西必須要有人跟中選會協調說 我現在這個連鎖書我要蓋在什麼地方 我有什麼字樣 你衝衝都要去協調 這有要做嗎 有什麼要跟你做 你東西收回來之後 你知道嗎 中選會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你想說你算一百分 你說一百就一百 他還要算過 他還要算 你怎麼算 我跟你講 要人工蓋流水 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五張 二十張 二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要人家回家 你沒有辦法先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印數字如果先印上去之後 你流水號怎麼把它順成 順成那個順序 因為有些會被踢掉 對嘛 所以這些都是問題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就回來 你一個站要設幾個 我跟你說 吃便當就吃給你四個 你現在連署在裡面要不要有人幫忙 這些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說什麼幾萬塊多少 你就把它打給四個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郭董來講 他現在真的進入到了一個叫做深水區 我可以贊成就是剛剛講說 我這些如果是可以免開 我就跟大家留下來談 談成了之後我用這個要做什麼 但如果談不成 你這個進來 你要怎麼樣把那些東西做出來 後面還裝訂陳車 當初是2012年的時候 親民黨 他在做一個大地下室你知道嗎 他的票都進去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送一箱一箱送去都典會嘛 那裡面又這樣 晚上還叫兩個躺在上面 為什麼 他怕人家說有人進來幹嘛的 你如果出事誰承擔得起 你再去叫人家連署 不好意思你的票都出問題 哪有可能 所以他整整回來看就是說 郭台銘我認為他當然有個底細 他認為說我今天要衝多少份多少份進來 這可以負 因為負不用錢嘛 但是你這不是負責而已 你要真的有人實際下去作業的時候 現在就考驗了叫做 你地方組織到底幫你做多少 阿關這個我補充一下 連署點擺出去很重要 你負一負一百萬元就負 連署點處理的時候 很多人圍起來 還說擺一負一負一負很長 國民都會怕死了 連署點擺上去之後 旁邊都沒有人愣愣輕輕 那就完蛋了 所以連署點擺出去 也是外界在測試 姐姐說 郭董你有沒有真的人氣 你的人氣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擺出去 就可以知道真相 知道底細 郭伴到底有沒有狗狼 還是豬隊友呢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台灣的男性 精蟲越來越不行 這個女生生殖能力越來越低 還要去動軟 有沒有人給我一點答案 都沒有答案 就是蔡琴害的 蔡琴最有名的歌叫什麼 夏琴 還有呢 獨你千遍不厭倦 獨你千遍也不厭倦 這個獨稍微把它改一下 我們不是吃萊豬嗎 我們不是吃核食嗎 我們經常外銷 比方說我們的石斑魚 被人家檢驗有什麼什麼什麼啊 最後這個沒有外銷的 退回來的都到哪裡去了 都到你們 我們 你我的肚子你們去了嗎 所以我就奇怪了 為什麼總統府要我道歉呢 我真的搞不懂耶 是他要道歉還是我要道歉 很多人說郭台銘呢 當然剛剛阿川說 你是科技人 你要用AI來處理 但是最快還是用 四個小朋友來處理最快 是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國民黨有時候想得太複雜了 基本上他只要喊出幾個口號就中 槍在手跟我走 我告訴你 非常多人就跟上去了 他只要跟年輕人講說 錢在那往前走 大家全部都往前衝了 所以郭台銘最厲害的 其實就是他的超能力 對 就超能力ATM提管機 你看有多厲害 你看他的這個倡議基金會 他在金門喊的倡議基金會 就願意花6.3億 那另外呢 他的肇事活動 你東家西家 小廠大廠連續幾廠 加起來已經有2千3百多萬 那更厲害的是 那基因開下去了 怕死人 對 然後他的這個 登報紙 報紙 廣告 一天就總共640萬 那連署站傳說啦 傳說是7千萬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王毅川建議的關係可能會減少 因為現在都有AI 要用AI啦 對 那另外 說借錢不可以開啦 對 大型廣告看來 如果說我會有二川就好了 大型廣告看板 他使出的是高招 就是說 今天國民黨你們說 小雞不能跟郭台銘站在一起 我跟你講 自己掛 我 我幫小雞自己掛 對不對 那小雞只提供一些去備檔案 高清的啦 偷偷拿去 都OK 他也花了錢了 那我覺得最 最吸引人的就是黃世修 所謂的那種 一個月就付給你45萬 哇天啊 這是創造我們台灣的就業 就業機會 還有最高底薪 那關於這45萬 很多人覺得是假的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記者都問我 我要不要去 因為他們缺發言人嘛 他們開價確實 一個月是40萬 所以45萬這個金額 我認為是真的 不誇張 對不誇張 而且我認為郭台銘 你說他們對誰開價一個月40萬 對你開價 發言人啊 他說發言人 所以有非常多的記者 其實有投履歷喔 哇天啊 這是創造我們台灣的就業 就業機會 還有最高底薪 那關於這45萬 很多人覺得是假的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記者都問我要不要去 因為他們缺發言人嘛 他們開價確實 一個月是40萬 所以45萬這個金額 我認為是真的 不誇張 對不誇張 而且我認為郭台銘 你說他們對誰開價一個月40萬 對你開價 發言人啊 他說發言人 所以有非常多的記者 其實有投履歷喔 後來是因為 黃土條看起來比較強嘛 他比較會表演 變金條了 不是他有經驗啊 他有連署經驗 兩次的連署經驗 沒錯 對 所以說其實郭台銘他都 就是超能力 那再來呢 他其實是完真的 因為不管 你這兩天有沒有喝咖啡 不管9月10幾號之前 有沒有人喝咖啡 他還是會宣佈 副總統人選 他還是一樣 會繼續的連署 而且重點就來了 剛剛益川哥 確實提醒到對的人 他這一次的連署工作 確實是由我哥哥 郭哥哥 郭哥哥負責下去處理 全台灣連署工作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在 八月中的時候 已經完全都佈局好了 所以連署早就準備了 對 那副首他剛剛說 副首人選這兩天 會公佈更有可能 應該是最要在冰白吧 不是因為你如果 進連署的這個階段裡面 你就是副首要出現 不然你哪三個要再打 沒有 9月13去 9月13 就要有名字了 對 所以這一塊他勢必要比別人 提早攤盤 9月13才的冰白就好了 問題現在是八月三 現在八月二十九 對 要再十幾天了 你也拜託 沒有 但問題是 沒這兩天冰白 但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說 找副首跟找發言人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當然 很簡單 這個副首你看到 過去傳了幾個 連他昨天要開記者會 都還先傳說 有個原住民的立委 所以要變成他的副首 大家後來變成怎樣 其實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對郭台銘來講 他找了這個副首 他當然希望為他加分 現在講說什麼 有可能是女性 中南部 這款人 但問題是能夠上得到的台面 有幾個 人家算命線有帶他組合好了 說如果要勝選 而且是百分百當選的帝王組合 要算什麼 阿川 張淑芬是不是一張好牌 張淑芬是郭台銘的表姐 這樣就家族政治 不好 不好嗎 表姐表弟 屬侯 面相是富貴之上相 然後算命先說 郭台銘屬虎 然後把他們的出生年月日 做比對之後說 他們兩個剛剛好都是 太歲第二年 就是明年2024年1月13號 選的那個時候 不管是郭台銘還是張淑芬 一個直太歲 一個充太歲 都是太歲的第二年 說太歲第二年這個組合是帝王組合 很多老婆都這個組合 所以每年運氣應該都不錯 就這個年紀 選總統不是這樣 我聽說是表姐 表姐表弟 夾一組去選總統副總統 第二張淑芬這種也算科技人 那兩個都科技人 去選沒有互補 完全沒有互補 你如果要互補 最好是郭台銘去國民黨 挖一個 看起來比較正常 然後有辦法幫郭台銘 加票的人 這種人就是說 你的意見呢 你叫什麼 形象很清新 譬如說 譬如說 柯智恩 柯智恩 冰冬 然後形象清新 這樣也是郭柯配 對不對 這樣也不錯 一樣郭柯配 柯智恩 我們如果跳槽過來 郭台銘就如虎添翼 因為柯智恩跟國民黨智庫的執行長 完全符合郭台銘現在的要求 南部 女性 頭腦又好 阿川 公開推薦 陳佩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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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是 柯媽 柯媽我投柯媽一票 不要 我們同海應落股票 不要再叫台積電落 張淑芬又搭進去 明天台積電又落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一個組合 因為畢竟台積電 張宗盟董事長 或者台積電對於台灣的重要性 不可能張淑芬會做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再讓投資人 再損失兩塊多 紅海已經損失了 所以這個組合是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郭台銘已經有備案 所謂的備案就是 最後會是誰 已經有了 已經有一個人答應他 所以他才敢說 他要去所謂的登記連署 因為最後一天 一定要提出副首人選 913 所以但是這半個月 他一定第一個優先 一定還是會找科跟後 談說你願意做我副首 表達合作的誠意 所以他為什麼一定要 在急著這兩個禮拜 去跟他們喝咖啡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我要算了 你要做我的副手嗎 不然我就要找我的副手 去登記了 第二個有沒有更加人選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禮拜 這個人選的釋放 還會不斷的釋放出來 最有趣的是他昨天宣布 參選記者會的地點 是在張榮發基金會 那麼張榮發基金會 過去是國民舊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 據說他也是看過風水的 這個是現在我們看得到的 這個張榮發基金會的現況 可是最早在國民黨黨部的時候 中央這個旁邊 其實兩側有這個圍牆 很奇怪 現在這個圍牆沒有了 現在變成這個是這個樹木這樣 那早期是這樣講 因為他正對面就是總統府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 東槌是因為東部在這裡 據說你的辦公室 什麼主席什麼的辦公室都在這裡 就正對總統府 直通總統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的造型 為什麼那個時候建築是說 這個叫做風水牆你知道嗎 因為前方是總統府 譬如說我是總統府 我是這個國民黨 旧的中央黨部 我現在有一個形勢有沒有 擁抱總統府 還對啦 有一個說法 有一說是叫做擁抱總統府 所以要說總統府是我的囊中之物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現在媒體上面講說 這個有所謂陰陽調和 陰陽調和 還有陰陽調和 對形態來說 我們等於有我們的尺度 你知道嗎 現在就說因為總統府 它基本上是一個三字型的 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那如果你今天從這個 要從鳥侃的這個 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他們覺得其實有男性跟女性 這樣的一個象徵 所以總統府屬陽 對啦 張文化基金會屬陰 不是啦 當初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你不要這樣 因為這個他現在剃掉了 那個風水牆拆掉 他們初始屬陰 對 這是一個調和的一個概念 但是因為後來 他們處分這個黨產的時候 因為他們是要出分 把這個賣掉 他人家這人也會在這裡 他沒有在信這個你知道嗎 他就覺得說這個兩個風水牆 其實不適合 所以後來就把它打掉 變成我們現在看到 哇 好像一片 這個樹木包圍的一個狀況